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阅文集团联合出品 改编自七点中文网的大凤大羹人 作者卖爆小郎君 演播头头冤大冰丸子小桃红等等等等 好多主播 后期制作小太阳 欢迎您的订阅 第372集 背锅侠 念头刚起 复乡看到堪称荒诞的一幕 许秦安把手里的五根箭矢同时投了出去 他们在空中划过一道整齐的弧线 完美入湖 五根箭矢只有一个声音 动的一声 大厅内瞬间陷入寂静 以双双眼睛瞪的滚圆 这也行 明艳欢呼了一声 激动扑到了许秦安怀里 许大人 奴家爱死你了 浮相连连皱眉 神乎奇迹啊 一位御使赞叹道 原来头虎也能这么玩 大开眼界啊 另一位官员笑着附和 花魁们看许秦安的目光 顿时充满了崇拜 楚元枕摘下丝巾笑了笑 厉害厉害 打茶围维持到汉石出 晚上九点才结束 花魁们哈欠连连 起声告辞 裙摆飘飘荡荡 身姿轻盈 尽管有些困倦 但是美人们意犹未尽 觉得有许秦安 有京城第一建客的宴会 太有意思了 可惜这样的优质客人 不可能天天碰到啊 明艳偷偷的在许秦安掌心写字 勾引他去自己的青池院 但被浮香不冷不热的刺了几句 然后赶走了 楚元枕没有夜宿教方司 告辞离开 许秦安亲自送他出院 四号太淡泊洒脱了 而且有读书人的风骨 我完全找不到机会 让他社会性死亡啊 许秦安望着青山剑客的背影 心里很是遗憾 不过读书人有读书人的弱点 比如诗词 下联我先藏着 等合适的时机再拿出来 留下婢女收拾残局 浮香挽着许秦安的胳膊进了卧室 许秦安坐在桌边喝茶 二阔一栋 听见了钟离的传音 他扭头看了眼屏风 烛光里映出他婀娜的影子 头在屏风上 正一件件的退去衣裙 换上轻薄的沙衣 沐浴时 许秦安突然说道 过几日为你疏身 浮香愣了一下 灵修的眸子闪过复杂之色 迅速沉淀轻笑道 许郎刚成此诀 现在那妾对你名声不好 叶成 许秦安 搂着滑腻的小妖笑着说道 洗完澡 他和浮香在床上翻滚 缠绵翡策之际 呼听咔嚓一声 接着是失重感 床塌了 浮香惊呼着 缠住了许秦安 白莽般的大长腿 死死的勾住他的腰 吓了一跳 忠理 老子要找见证退货 许秦安大怒 出了影眉小阁 楚元枕剑指一挥 背上的长剑宛如 活了过来 鱿鱼般的脱离束缚 停在了他面前 楚元枕踏在剑鞘上 轻声说道 走 长剑微微一顿 疏然刺破夜空 扶摇直上 飞上夜空的瞬间 楚元枕感觉京城里 有无数的目光锁定了自己 随后挪开 其中最让他即被发寒的注视 来自那座高耸的观星楼 他很快离开内城 朝着外城的南边飞去 没记错的话 六号横远就在养生堂 他降低高度 寻了许久 终于找到南城的养生堂 楚元枕不是土生土长的京城人士 在国子剑求学 近世极地 一直生活在内城 从未来过平民聚集的外城 按下箭头 轻飘飘地降落在养生堂的院子里 他跃下箭翘的同时 听见屋檐下 传来念诵佛号的声音 楚元枕握住箭柄 把箭插回背后的箭囊 寻生看去 沿下黑暗中站着一位 穿青色朴素纳衣的和尚 身材魁梧 浓眉大眼 脸部线条刚硬 楚元枕笑着打招呼 横远大师 正是贫僧 使主是四号 横远双手合十 静静地审视他 初次见面的两人没有表现得很平静 既不亲近也不生疏 横远领着楚元枕进屋 点上油灯 又从床底抱出一坛酒 翻出两只瓷碗 简单地用袖子抹去灰尘 楚元枕从不对酒说不 酒到极干 只是有些好奇 佛门弟子能饮酒 横远沉稳回答 这句话里还有一个前台词 五僧无须守戒 我今日见过三号了 楚元枕有些后悔没带花生米 有酒没菜总觉得吃了点什么 横远点点头 三号假装不认识我 依他的聪明才智 相信当时就认出我来了 不知为何假装不识 楚元枕无奈地摇头 八品修身镜 修为是浅了些 不过他知道三号的秘密 三号与亚盛殿 清起冲销有关 对待三号不能简单地看表面 横远大师喝了一口酒 陈寅道 相比起三号 贫僧与许大人更投缘 你可能还不知道 他没有死在云州 等六号解释完许清安 死而复生的事 楚元枕汗手 脱胎与虽好 但限制太大 他能活下来 靠的是自身运气 我刚在教方司见过许清安 我对他的观感不错 想来是听你们在地书碎片中 讨论过太多次 对他没有生疏感 顿了顿 四号笑道 三号我没相处过 但许清安的确很对我胃口 喝完坛里的浊酒 楚元枕提出要去看那个孩子 看完之后 神色颇为的抑郁 我虽不喜佛门 但他们有句话说得很对 世间变如苦海 众生在苦海中挣扎 楚元枕感慨说道 横远大师看了他一眼 楚元枕忙说 无意冒犯 横远这才收回目光 三天后是会试第二场 我们结伴去看三号吧 三号并不愿意 与我们公开身份 他说如果相见 只需相逢一笑便可 这样啊 楚元枕恍然大悟 时间一晃 便过了三天 天蒙蒙亮 许二郎在家人的陪同下 抵达贡院 儒家九品有过目不忘的能力 这一场考的是精益 二郎想必是没有压力的 许清安拍着他的肩膀 鼓励道 许二叔和婶婶露出笑容 据二郎自己说 头一天的测问发挥很好 他本就擅长测问 第二场精益问题也不大 在二叔和婶婶眼里 二郎成为共事 已经十拿九稳 许清年微微昂起下巴 傲娇地说道 天下学子人才辈出 不可说不大意 比我更强的可能也有 可能也有 许清安心说 装逼还是你更厉害啊 辞别佳人 他走向公园门口 打算排队进场 就在这时 耳边传来红亮的声音 阿弥陀佛 许清年侧头一看 看见街边站着两个人 一位是身材魁梧的和尚 一位是卑贱的青山剑客 见他看来后 和尚和剑客都露出了 惠莫如深的笑容 许清年脸色僵住了 低着头 步伐匆匆的回到父亲和大哥身边 心里顿时有了些安全感 爹 大哥 我怀疑 有人欲对我图谋不轨 许清年沉声说道 许平志文言 眉毛立刻扬起目光如点 谁 他可是寻成的御刀尾 知道近期有大批大批的江湖侠客 涌入京城 对志安来说 是极不稳定因素 最明显的就是 粮上君子更多了 那些江湖下酒流 在京城花光了银子 又没有挣钱的营生 第一选择就是偷窃和抢劫 一个和尚 一个剑客 许清年回头指向后方某处 许清安看了片刻 哪有人啊 许清年露出了惊恐之色 刚刚就在那里的 好了 还说你没有压力 你看你都产生幻觉了 许清安拍着小老弟的肩膀 二郎啊 那些不认识的 行为奇怪的人 你千万千万千万不要搭理 说着 手往许清年背后拖了一下 许二郎看了看自己背后 不解的说道 大哥这是可以 没事 帮你把锅背好 大家好 我是乐阳 我配的是许清年 喜欢听的话 请订阅此专辑 给我们来个五星好评吧 谢谢了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在喜马拉雅搜索 头驼渊 讲故事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